市长侯友宜视察板桥区文胜国小 老师与小朋友演出行动剧 告诉大家病毒来势汹汹 要做好防疫工作 室外保持一公尺的社交距离 室内是保持1.5公尺 避免感染 而为了让同学从生活中学习防疫 学校推广了防疫新运动 小朋友做中学 学中做 经过这一阵子 就是这两天 其实也只有两天而已 这两天的推广之后 我觉得孩子慢慢的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新礼貌 也就是以往可能都要群聚在一起的 现在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口号 跟这样的一个想法 跟这样的一个指导 让孩子他能够取出适当的距离 那这些总统作为 其实都是为了要防疫 今天我要向我们宣导的是 学校的能力新运动 学校还由高年级的同学之中 选拔出防疫小天使 前往各个班级进行宣导 提醒大家要保持社交距离 不管是在室内或是室外 彼此尊重保持距离 每个人都戴口罩 一起加入防疫新运动的行列 就是能帮助到学校 也能帮助到同学 就是帮助学校引导同学 做出就是正确的防疫措施 让同学配合 戴口罩保持适当的距离 勤洗手 疫情当头 学校师生一起投入防疫 也希望小朋友将正确的观念 带回家告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做好健康管理 防范疫情感染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区长报道